武则天性欲有多强,一夜榨干三十名猛男,人寿娇和,与父子同床,女皇的战斗力有多强? 女皇武则天,号称千古第一女帝,在他身上创造了无数的第一,不过与他传奇的政治生涯相比,好像他的私生活更加有趣有料,传说武则天晚年的时候,性欲极强,有道是三十岁的女人如狼,四十岁的女人似虎,五十岁的女人坐地能稀土。 那咱们的这位一代女皇武则天,她的性欲究竟有多强?是不是真如传说中那般?一夜榨干三十位,精壮猛男,这里是锐历史。 与你一起探索不为人知的趣味历史。 武则天十四岁的进宫,被李世民封为才人,可以说第一个夺走武则天出业的男人。 武则天刚刚尝试过男人滋味之后,李世民就不怎么喜欢武则天了,因为后宫美女一大把,压根就没时间也没经历独宠那个时候,还名不见经传的武则天。 所以啊,武则天当时内心相当空虚,尝过男女之欢之后,又没人来,继续填满自己。 武则天每日都在抓心脑干,武则天就算是心中疑泥,也没处寻他的情郎,谁有胆子敢碰当朝皇帝的女人。 还别说,真就有这么一号人,敢跟武则天勾搭在一块,他就是李世民的第九子,后来的唐高宗李志。 李志胆子大,敢玩老爹的女人,那段日子,夜夜与武则天成欢,日日交合,而武则天也总算是找到了一个男人可以发泄心中浴火,好不畅快淋漓。 半年之后,唐太宗李世民并轰,武则天作为妃嫔,被送进了感业寺,李志登临地位,想方设法把武则天接回皇宫,并且在一番周折之后立为皇后,但很快李志变成了并秧子,压根就没有气力与自己交合,忍了四十多年之后。 李志终于挂了,当时武则天已经六十岁了,大权独揽,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冲一些后宫男嫔了。 不过武则天可是有口味标准的,想要成为他的男宠,必须得是一等一的美男,并且强健有力,用现代话来说,你要不是电动小马达,一分钟八十下的狂甩达人,那是想都别想,有爆发力还不行,必须还得有持久力,一分钟八十下,至少也得坚持八十分钟,要不然女皇武则天要你何用? 武则天还在宫廷之内,豢养了一只三千人的护卫军,美其名曰护卫,其实就是武则天的男宠。 而且那三千人的淘汰率极高,可能今天生龙活虎,陪武则天承欢一夜,第二天立马精神萎靡,瘦得皮包骨,这种人只能领了银子,出宫自生自灭,而被武则天玩过的男人,都因惊缘狂蟹,活成了短命鬼,不消一年,便会虚弱而死。 武则天曾经一夜遇三十位精壮猛男,最后竟把那三十人炸得嗷嗷直叫,第二天全都变成人干。 不单单如此,武则天还在宫廷之内养了一只斑斓猛虎,虽然没人见过,但也使传言,那只斑斓猛虎也是武则天的性发泄工具,人语受教。 不知道是不是武则天第一个发明的,而且敢和老虎玩情欲,恐怕也只有千古第一女帝武则天敢为之。 武则天招纳男宠,主要是用来浇灭浴火的,这与武士家族女性普遍性欲较强的基因有关,武则天的母亲八十八岁时,仍性欲十足,竟然与自己的外孙贺兰敏之乱伦通奸,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,姐姐韩国夫人,外甥女魏国夫人在私生活方面都不是省油的灯,所以武则天也不会例外。 那么,武则天在选择男宠方面有什么讲究呢?从现存的文献史料中,可以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,年轻貌美是武则天挑选男宠的首要条件,薛怀裔,张一芝,张昌宗各个长相不凡,高大威猛,当然,最重要是活干得好,史料中记载,薛怀裔非常有采用,武则天试过后非常愉悦,沈南球房市不输薛怀裔,武则天也很欢慰,张昌宗床上功夫非常好,而且一芝气用还要高出一等。 侯翔云阳道撞尾,过于薛怀裔,专玉自尽,勘奉陈内供奉,由此看来,武则天对男宠的下体是相当在意的。 六十多岁的武则天第一个情人名叫薛怀裔。 薛怀裔原名冯小宝,自幼闯荡江湖,练就了健壮的身体,粗犷中不识几分英俊。 传说,当年唐太宗死后,武则天剃度维尼,幽居感业寺,在那时候就认识了冯小宝。 其实,武则天要比冯小宝年长近三十岁,武则天当尼古时,冯小宝还是个儿童呢。 武则天将冯小宝招进宫来,和他夜夜同整共眠。 为让冯小宝出入宫境方便,武则天接受女儿太平公主的计策,把冯小宝变为僧人, 又因他不是氏族而出身,就赐给他姓薛,改名叫薛怀义,让他与太平公主的丈夫驸马薛少联宗。 薛怀义刚过三十岁,侍勤有数,深得武则天的宠爱。 事实上,他不仅是武则天的男宠,同时也是太平公主的情夫,他经历过人,在宫外还养了很多情妇,那些情妇为他生下十几个子女。 薛怀义蒙受武则天恩宠十年,后来欲依审难求,成为武则天的新宠,薛怀义身为杜恨, 放火烧毁以五百万钱建起的名堂泄愤。 于是,武则天秘密命见昌王武幽宁帅勇士埋伏在姚光殿,将薛怀义乱棍打死, 他的尸体被送到白马寺,烧成灰烬,和在泥里建造佛塔。 薛怀义被杀 于一,沈南求人过中年,又难以满足武则天的要求,七十多岁的他陷入了寂寥烦闷之中,喜怒无常, 动不动就责骂宫女,还是女儿了解母亲的心事。 697年,太平公主将美貌少年张昌宗推荐给武则天,张昌宗聪明伶俐, 当场献上一曲,然后相拥入内室,事情一宿,武则天非常满意。 半个月后,张昌宗又将自己的哥哥张一芝推荐给武则天, 说他哥哥事情更有经验。 从此,张一芝,张昌宗每天随女皇早朝,待女皇听证完毕,就在后宫陪侍女皇,在武则天近似溺爱的宠幸下。 这对美少年平步青云,权倾朝野,699年,武则天设置了一个女皇后宫,名叫控鹤府,由张一芝做长官,控鹤府内的官员。 除了向女皇提供男性温存之外,另一重要职能是取燕供奉。 当时武则天年过七旬,但他助言有数,御医们也为他的皮肤护理开出了很多美容秘方, 其仪是一亩草泽面芳,又称神仙玉女粉,另一个美容芳叫长夫面芝,相当于今天的面膜。 武则天的心腹是女上官丸,正直情斗初开的年龄,一天,他与张昌宗私相调笑。 武则天看见,拔取金刀,割伤他的左额, 武则天怒骂道,如敢尽我尽鸾,罪当处死,亏得张昌宗替他跪求,才得赦免。 事后,婉儿在商疤处赐了一朵红色的梅花以遮掩,谁知却一家娇媚, 于是其他宫女也以胭脂在前额点红笑坊,并取名为红梅庄。 张氏兄弟朱连何必,把武则天整得团团转,一个会弹奏,一个会炼药, 武则天觉得自己就是神仙,和他们一起歌舞生平,饮酒作乐好不热闹, 武则天为了饮酒作乐,竟然能丢下朝政,武则天的举动引起满朝文武。 包括太平公主的不满,张氏兄弟凭借自己的姿色,权力越来越大, 甚至一些重要文件都得经过张氏兄弟批阅,才能够让武则天过目。 这哥俩把全朝上下弄得乌烟瘴气,人们怨声载道,终于有一天,太子和太平公主兄妹忍受不了了。 于是他们兄妹俩拿着刀逼迫母亲杀死张氏兄弟,武则天万般无奈直下, 只能忍痛杀死这哥俩给满朝文武一个交代。 武则天还有个的情人叫明重演,明重演长得英俊潇洒,出身士族, 却精通巫术、项术和医术,武则天经常照明重演进宫优惠。 公元679年5月初三,33岁的明重演被盗贼杀死,搜捕盗贼,竟没捕盗。 皇后武则天认为是皇太子李贤派人刺杀的,于是在第二年,皇太子李贤被废, 后来,他甚至派人杀害已经被他流放几年的亲生儿子李贤,为请人民重演报仇。 武则天除了以上几个大名鼎鼎的男重以外, 还有和尚惠范、柳良斌、侯祥云等比较有名的男处。 和尚惠范也是太平公主的情人,是太平公主把他推荐给武则天, 而根据《九堂书》记载,柳良斌是他的父亲推荐给武则天。 同时被推荐的还有侯祥云,子良斌洁洁白美虚美, 左肩门卫侯祥阳道状伟,过于虚怀疑。 这些被推荐的男人都有过人之处,既外表俊美,又身体健壮精力旺盛,武则天非常欢喜, 只要能让他满足的都给予高官厚禄。 当然,也有帅哥才子毛遂自荐想做女皇武则天的男宠, 却被他拒绝的,比如著名大诗人宋志问, 他人长得帅气,也写得一首好诗,女皇武则天生性淫荡, 养有很多男宠供自己享受,宋志问觉得自己才华横溢, 相貌堂堂,又练就了一首床上的好功夫。 于是他毛遂自荐要求做武则天的男宠, 并写了明和渴望不可亲,愿得诚差一问斤的诗句, 表达自己迫切渴望爬上武则天笼床的心情。 武则天轻蔑地将他的诗扔到一边, 搂着给自己的男宠张昌宗,张一之说, 震国色天香,宋志问那老小白脸也想亲近震的龙体, 他不知道自己口臭熏天,熏得震好难受。 二章大笑,因为男宠一事,武则天遭到了世人的非议, 有人把武则天说成一个淫荡无耻的骚女人, 以此来抹杀和否定武则天在历史上做出的炫耀功绩。 平心而论,武则天的情人数量与唐太宗、唐高宗、唐玄宗加历成千上万比起来, 根本不算什么,这正是武则天先活生命中的动人之处。